魏无羡伸了身揽腰 看了下周围的环境 果然 他回来了 昨晚 他就感受到血池对他的犀利 他不属于蓝湛那个时空 自会被排斥 而他所在的时空 又通过血池要他回来 一来二去 时间一到 他就只能回到自己所在的时空了 不过 没关系 这一趟 收获还是良多的 血池可以暂时连接两个时空 只要他找准时机 随时可以去找蓝湛 当然 蓝湛也可以来找他 现在 还是先去找找 这两个时空有什么关联吧 他可不信什么巧合 这一巧 两个时空的僵尸 都是因为内斗而殒灭 这一巧 两个时空的背景完全一致 这一巧 他们做了相同的事情 同样的消失不见 只留下失去记忆的对方 独自面对一切 巧合多了 就是刻意为之了 所以 他和蓝湛的记忆 一定还有哪里被动了手脚 不惜一切救他们的父母 这是他们会做的事情 但就此认命 留下对方一人 怎么看怎么不可能 主要的是 知道对方没有前世的记忆 又为何要留下那么一条信息 那不是徒增伤感吗 让对方心生亏欠 这一世又如何坦然面对自己的父母 心安理得享受对方用命换来的一切 这不是他和蓝湛会做的事情 他们不管做什么 最希望的还是对方能一事无忧 故而 这则信息 使有八九不是他们留下的 而是某个人 借着他们的名义留下的线索 而这人的目的是什么 谁又能做到随意地穿越时空 在众人的眼皮底下 做了这么大的手脚 而无人发现 到底是谁有这个能力呢 思考之际 魏无限已经到了云深不知处 等进了里面 却发现路上碰到的求学弟子 看他的眼神都奇奇怪怪的 一被他发现就迅速地离开 躲躲闪闪的 太过于怪异 怎么说 他这一世虽然没前世那么好动 但也是走哪哪都有愿意结交的朋友 现在一见到他就跑 没猫腻才怪 谜题在他踏入境事的那一刻就解开了 小星月和林薇交换了信物 给他和蓝湛定了亲 难怪 一路上 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 小星月拍着魏无限的肩 认真的道 阿英 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我和林薇商量了一下 先给你和这儿定亲 若是有一日 你不愿了 这个亲事随时可以解开 林薇将一直疯藏着的蓝望鸡的墨鹅 交给魏无限 道 日后不管湛儿回不回得来 你都是蓝氏之人 这个亲事你解不解开 我们蓝氏都会护着你 魏无限捏着墨鹅 慧心一笑 母亲 蓝湛会回来的 我向你保证 林薇盈盈一笑 他自是信的 这些年 魏无限是怎么过来的 小星月都跟他说了 他相信 这两个孩子的羁绊伸着呢 不可能这么轻易就分离 他们肯定会有重逢的时候 艾英 我等着 好 魏长泽虽然不甘心他儿子就这么轻易入的蓝氏的家门 但谁叫他家儿子乐意 还心心念念了那么多年 他也只能接受了 而大不由爹啊 清衡君确实乐见其成 说实话 相对于蓝溪尘现在那腹黑的样子 他还是更偏于喜欢像魏无限这样调皮可爱的乖宝宝 如果最后这儿回来了 他就有两个乖巧可爱的儿子了 想想就幸福 蓝启人心疼蓝望鸡 爱屋及屋 也心疼魏无限 如今两人定亲了 他也可更名正言顺地爱护魏无限 不管之后蓝望鸡一事成不成 在他心中 魏无限已经彻底地归入了他的保护圈 父亲 母亲 叔父 我回来了 正好 西尘来见见你地夫 蓝西尘 魏无限挥挥手 露出大白尺 大哥 你好啊 哦 这就是他地夫 头发没这儿柔顺 笑起来没这儿乖巧 长得也没这儿好看 一身黑除了一点红 没这儿一身白衣那样掀起 所以 这个人是怎么拐跑他还没有消息的乖弟弟的 等等 这个人是地夫 等于知道这儿的存在 等于知道这儿在哪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他弟弟找回来了 不然 这个凭空蹦出来的地夫 是怎么一回事 这么一想 蓝西尘双眼发亮 连带着看魏无限也顺眼了点 就一点点 这儿呢 几位长辈笑容一鸣 这个他们至今还不知道怎么回答 魏无限从初十蓝望击起 就知道他们兄弟两个感情极深 刚刚蓝西尘那挑剔的眼神 他不是不知道 不过 拐跑了他们家的大宝贝 人家不爽也情有可原 怎么说 都是他占了便宜 像蓝湛那样的佼佼君子 这世间可找不出第二个 这唯一的一个 被他收了 想想就开心 大哥 蓝湛还没回来 不过快了 蓝西尘面无表情地呕了一声 顺着魏无限转了一圈 怎么看怎么不爽 他家这儿还没回来 就莫名其妙多了个弟夫 不会是什么骗子吧 毕竟一遇到这儿的事 他的父母叔父都会比较激动 一激动 平时的智商都会大打折扣 挺容易上当受骗的 蓝西尘古怪地打量了 屋里的人一圈 才发现魏长泽小星月 这两位长辈也在 这个弟夫和两位长辈也有些相似 尤其是他的桃花眼 这个弟夫应该就是 他们的孩子魏无限了 时常听到这个名字 就是没机会见一面 现在见了 之前的好感全部消散 拐他弟弟 还想要他有好脸色 做梦 蓝西尘准备了一大套说辞 想把魏无限说个眼冒金花 就只感受到身边一阵风刮过 魏无限已经不见了人影 而后 几位长辈也像魏无限一样 化身一阵又一阵的风 从他身边刮过去 把他抛弃了 魏英 那晚 蓝忘机一直没睡 珍惜那来之不易的短暂时光 在魏无限被召回自己的时空之际 他跳入了血池 把握住两个时空的连接通道 开启的时刻 顺利来到了魏无限所在的时空 却要比魏无限晚些时候 蓝湛 他还以为要等些日子才能见到蓝湛 没想到蓝湛这么快就找到他 还是直接来到了静时 他们的小家 魏无限没像以往那样 直接扑进蓝忘机怀里 长辈都在 还是不要太放肆了 他们来日方长 魏无限牵起蓝忘机就往回走 不过也不用走了 几位长辈也看见了 早早地等在他们身后 蓝忘机 魏无限被几位长辈这么一挡 蓝西辰完全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等他靠近的时候 看到与自己极为相似的蓝忘机事 整个人都呆住了 大脑完全停止了运转 你是这儿 是我的这儿对不对 时隔多年 他终于见到了这儿 叫他如何不激动 这么多年 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他们的这儿该受了多少苦 一想到这些 他们就无比心疼 蓝忘机清楚这里的情况 伸手将临危揽入怀中 安抚得到 母亲 忘机一切安好 清衡君将妻儿一同揽入怀中 他不奢求别的 只希望一家人能团聚 再也不分离 蓝起人抹了抹泪水 终于一家人都到齐了 魏无羡朝自己父母笑了笑 这就是他最想要的 和家团员 所有人都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